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今次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题目 就是讲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的共同性 这个就是唐君毅先生他以前比较 曾经试过将艺术和文学做一个比较 我们试试看唐先生他这个看法是怎样 就是讲这个所谓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的共同性 这个其实是讲什么呢 唐先生其实就将艺术里面的时间空间 和文学里面的时间空间拿来比较 因为这个所谓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 这个宇宙的意思呢 宇就是指上下四方 即是空间 就是说古往今来 即是现在的时间 所以这个呢 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艺术和文学的时间和空间 用这个时间空间来比较 所以就叫做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 所以就叫做艺术宇宙和文学宇宙 那在这个所谓时间空间的比较里面呢 我们看到 文学里面的时间和空间呢 都有一些相类似的特质 即是不同的文学 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 都有一些相类似的特质 那是什么呢 这样 在时间那方面 文学他描写一些事情 那件事情 是会有一些时间的 即是文学描述一些事情 那件事情 总是发生在某个时间里面的 但是他所谓的那个时间呢 一定是要和这个前后的时间呢 是隔断的 和前后的时间隔断的 即是他只是讲那件事情的时间 其他的那些呢 就不讲的了 这个和前后的时间隔断 一会举一些例子讲一下 而空间那方面呢 文学描写事情的那个空间呢 也是一样 是要和周围其他的空间呢 是隔断的 只是那件事情的空间而已 只是讲 那么周围其他事情的那些空间呢 就不讲的了 因为隔断的了 所以呢 唐先生呢 就尝试用这些四字词呢 来到去概括这个 在时间方面 前后隔断 和在空间方面 和这个周围隔断 这样呢 可以用什么四字词来去概括呢 就是 所谓 空前绝后 明爱宏内 这样的四字词 这样就 四字词就容易记一些了 那就是说 一篇文学作品 他要描写某时某地的事情 或者他要虚构一个幻想的时间空间 幻想虚构一个事情出来 也好 那件事情未必一定是真实的 这个 他可以描写某件真实的事情 或者虚构一件事出来 但是呢 他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呢 是需要和周围的空间切断 而也和上下的时间切断 形成一个单独的时空单位 就是你写一篇文学作品呢 是形成一个单独的时空单位的 这个和其他周围的空间切断 和前后的时间切断 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例子 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之前呢 都讲过某些例子的 讲这个文学的时候 这个 譬如之前所讲过的 《荆窝似秦皇》的故事 之前的《中西人民精神》里面 都有讲过的 这个《史记》里面 讲这个《荆窝似秦皇》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 这是一件事而已 是一件事 这个呢 这件事写得很好看的 这个《施马迁》写得很好 相当好看的 因为它很有文学性 是一篇文学作品 那么在这件事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人物的性格 不同的人物性格 好了 如果我们描写《荆窝似秦皇》这件事 好了 我们只是讲这件事 如果我们不讲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们只是将《荆窝似秦皇》这件事 那个人物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言行 我们将这些人物的言行性格展开 而去形成一个故事 形成一个故事 这样呢 就成为一个 警戒 形成一个警戒 这个警戒 就是文学了 因为这个形成一种 情境 这个情境 表示一种警戒 就是文学来的了 那么这件事 开展成为一个警戒 就是要和前后的因果 互相切断 就是说 在《荆窝似秦皇》这件事之外 的时间 空间是要切断 好了 但是如果 你讲《荆窝似秦皇》这件事 这个 你又要讲《荆窝似秦皇》 就不是文学了 那就是历史 而不是文学 所以呢 如果只是写《荆窝似秦皇》这件事 可以把它写成文学 那么写成文学的特点呢 就是你要 将它这个 前因后果切断 和这个时间空间 要独立起上来的 独立起上来 不要讲这些前因后果 不要跟周围 其他国家 这个相关 也不要跟前后的时间 那些事件相关 如果你跟这么多样的相关 就会变成历史的 就是在讨论历史问题 这个 那就不是文学了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 就着这个 《荆窝似秦皇》这件事 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文学作品 就是 要 将它开展成一个境界 和这个前因后果 互相切断 这件事之外的时间空间 是切断 好了 另外呢 第二个例 可以说 之前都说过的 《红楼梦》 这个 《红楼梦》呢 我们看到整本《红楼梦》 它只是写大官员里面的事 很明显 这个空间 和其他 周围的环境 是切断的 它只是写大官员里面的人 这个 只是写大官员里面 很多不同的人物 人物有很多不同的性格 这个 那就是写大官员里面的人物的事情 很明显就是把大官员之外的空间 暂时就撇开放在一旁 那就不理他了 那时间也是 时间呢 它只是写这个 假虎兴盛的时期 由林代玉来到假虎开始 直至到假虎衰落 假宝玉出家 这段时间 前后时间都切断的 不讲的 不理会的 这样的 所以这个 在这个限定的时空里面 发展的 整本《红楼梦》的故事 就是在这个限定的时空里面 去发展出来的 这样 在这个时空里面 曹雪芹呢 描写了很多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事情 而这些人物和事情 总共呢 就是这个 形成了一个 独立的宇宙了 它是和其他的时间空间切断的 这个文学作品的特色呢 就是这样了 这个 我看到《红楼梦》就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文学作品的特色 就是 将这个时间空间切断的 好了 这样呢 除了这个 《荆埃至秦皇》 《红楼梦》之外 我再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 这个 就是这个 《桃花圆记》 《桃花圆记》 《桃花圆记》是虚构的 这个 这个 《桃花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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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進太原年間,武寧有個暴魚的漁人 有一天他沿著溪水向前行 就忘記了這個路程的遠近了 忽然間他遇到一片桃花林 兩岸幾百步之內都沒有其他樹 花草都很漂亮,落花很多 這個漁人覺得很詫異,為什麼這麼漂亮呢? 繼續向前行,走到桃花林的盡頭 他見到,臨盡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彷彿陽有光 便舍船從口入,初極俠才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礦 屋舍艷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千密交通,雞犬相問 其中往來眾作,男女衣著色如外人 黃髮垂條,並疑然自樂 他走到桃花林的盡頭,就是這個溪水的源頭 看到有個小山,山上有個入口 好像有些光一樣 這個漁人放棄了一隻船,由這個洞口進入 最初這個洞口很窄 這個只是可以讓一個人走過 走了幾十步之後,突然之間開闊明亮 看到一些很平坦寬廣的土地,很整齊的房屋 還有一些很肥沃的田地,很美麗的池塘 有桑樹,有竹林 田間有很多不同的小路,互相交錯 聽到雞鳴犬肺的聲音 耕種的人,有很多不同的人耕種 男的穿著打扮就像外面的人一樣 老人和小孩就很開心,疑然自樂 他們見到這個漁人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 巨答之,便要還家,撤走,殺雞作成 村中文有此人,涵來問信 自魂先世被巡視亂 率妻此一人,來此絕境,不復出言 遂與外人間隔,問今事何世 乃不知有看,無論魏俊 此人一一為巨言所問 皆歎遠,漁人各復然,置其家 皆出酒食,停數日,慈去 此中人與魂,不足為外人道也 因為這些村民見到這個漁人 都很驚訝,問他從哪裡來 這個漁人一一作答 村人又邀請這個漁人去自己家裡 預備酒,殺雞,款待他,請他吃飯 村裡的人都聽到有個這樣的人來到 都走來打亭 他們說他們自己的祖先 就是為了躲避秦朝時候的戰亂 帶著老婆子女和鄉里 來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就不再出去了 所以就跟外面的人隔絕著 然後他們就問 究竟現在是什麼世代呢 他們竟然不知道原來是有漢朝的 他們只是知道有秦朝 就不知道有漢朝 更加不要說 魏、盡、後來的朝代 這個漁人就把他所知道的事情 全部告訴他們 他們都覺得很感嘆 原來世界變了這麼多 其餘那些不同的鄉村民 都各自邀請一個漁人去他的家裡 用酒菜款代他 這個漁人就在這裡留了幾天之後 就告辭了 那些村人就跟他說 不足為外人道 你不必要把這個桃花園和外面的人說 這個漁人就走了 寄出得其旋 便扶向路 處處置之 及郡下 魏太秀 說如此 太秀即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致 睡迷 不復得路 南陽流子旗 高尚是也 民知 因然虧往 未果 尋病中 後睡無問遵者 即是說這個漁人出來之後 就找回他的船 接著就沿回那條路 就出去 出去的時候 就處處做下的記號 劃下的記號 做些記號 在這裡 去到郡城 就拜見太秀 接著就講了他這個經歷 這個太秀立即派人出來 跟他去 找回剛才所做的記號 但結果最後 都是迷路 都找不到去桃花園那條路 後來有個人 南陽人 劉子奇 是個很高尚的讀書人 聽到這個消息 他都很高興地計劃 再去找 但結果後來都是找不到 沒多久都病死了 後來就再沒有人去找桃花園 這個就是 桃花園記的傳聞 整篇文章 這個桃花園記 這篇文章 整篇文章 就假設在 晉武帝建元年間 就是有一個 武林的捕魚人 在一個 小山的入口那裡 進去一個桃花園 看到桃花園裡面的居民 生活得很開心 生活得疑然治諾 魂亡世間一切煩惱 這樣很明顯 這個桃花園本身的時空 就跟外界的時空 是完全是相隔開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一種性質 這個是完全隔開的 這個很明顯 他寫得明白 這篇桃花園記就是 跟外界的世界是隔絕的 沒有人進去的 這個 這樣 另外 這個時空 在這段時空 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 他同時能夠自己內部開拓 雖然 他是跟外界的世界隔開 但是 他竟然是可以跟外界的世界 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那就是說 這裏其中有一個特色 就是所謂的唐生的說法 就是說 時間雖小而可大 雖短而可久 即是短暫而可以長久 就是說 這個寫《桃花園記》 他只是寫其中一個時間空間 這個時間空間可能很少 他跟外界的時間是隔開了 空間也跟外界的世界隔開了 所以這個時間空間是很少的 這個 但是呢 文學的作品有一個特色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雖小而可大 雖然是小 但是他可以 將境界開拓到很大 雖短暫而可以長久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桃花園》的例子 來解釋一下 《桃花園》裡面的人 雖然跟外界是隔開了 但是仍然都有這個漁人 武靈漁人呢 是能夠進入去的 這樣 這樣這個 變成了跟外界 原來還有一個 相通道的 就是這個漁人 《桃花園》這個入口雖然很小 但是進入去之後呢 他是說 突然間 豁然開朗 這個忽然間 看到一個很開朗的境界 這個呢 這個呢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境界 由一個很小的入口 進入到一個很大的境界 好了 這樣呢 《桃花園》裡面的人呢 又說 先世祖先呢 就是這個 被秦朝的戰亂 而來到這裡的 就不知道有漢 更加無論偽進 這樣 這樣呢 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 他從外面的時空是隔絕的 意思是 但是呢 這樣呢 他裡面呢 那個生活的時間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一樣 但是這樣一說的時候呢 就是說呢 他已經經過了 漢、魏、盡 這些這樣的時間 原來 他們自己不覺得 這個好像 在《桃花園》裡面的時間 沒有什麼變化一樣 但是其實一下子 已經過了幾百年 這個呢 就是所謂 衰短暫 而長久 衰短暫 而長久 就是說 文學作品呢 那個時間 空間呢 有這種這樣的特性 雖小可大 雖短暫 而可以長久 這樣呢 這個 我們可以用回這個 紅樓夢的例子來講 這個 紅樓夢的大官員 也是跟這個外界隔絕的 但是呢 仍然呢 是有人呢 是可以呢 出入的 就是 他雖然不講 這個大公園外面的世界 但是也有些人呢 是會由大公園外面的世界 進去大公園裡面 大公園裡面的人 也都會有人呢 出去大公園外面的 這個 所以有人出入的 這個 比如林代玉 就是由外面進去大公園 這樣 這個 雖然與外界隔絕 但是仍然可以相通到的 另外就是這個大公園 那個面積呢 這個呢 就 不知道幾大 這個 但是總是有限的 面積 這個 但是呢 他 紅樓夢的描述呢 大公園裡面的庭台劉閣 是很多的 很多的 人物呢 又是很多的 這個 這樣 我們從這裡來要看到 這個 這個 這樣看這個大公園的時候呢 我發覺他的寫法呢 就是這個 雖小 而可以大了 這個 這個 雖然只是 只是寫大公園 這個有限的時間空間 但是寫出來呢 原來裡面的內容是很多的 人物可以出入 亭台劉閣很多 人物很豐富 這個 我們看到很多 這個 所謂 人情的大官 看到這個大官園 這個 這樣呢 是雖小 而可以大的 這個 這個 他的空 時間也有限 之前說過 就是 紅樓夢呢 只是寫林寶玉 林代玉 來到這個大官園裡面 至到假寶玉出家 這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只不過是幾年而已 這個 事實上描述的 就是幾年時間 但是你讀完整本 《紅樓夢》之後呢 你發覺有一種 力盡滄桑的感覺 力盡滄桑的感覺 這樣 這個這樣的感覺呢 就是所謂 《雖短暫》 而可以長久的 的 特性 所以文學作品呢 這個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 《雖短暫》 而可以長久 雖然小 但是可以大 剛剛呢 就是 舉例 說了這個特點 文學作品 是能夠 是短暫 如長久 是小 如大 但是 反過來就可以 原來呢 反過來 這個特點呢 就是可以 視長久 如短暫 視大 如小 所以這個呢 就是文學作品呢 可以 就是 這樣說的特色呢 就是說 文學作品 可以超越了 這個 長短 超越了 這個大小 這個 這樣呢 是向外通 相通 和外面相通 是這個文學作品的特點 之前看了這個 《桃花玄記》 或者《紅樓夢》 這些例子呢 現在呢 再舉多一個例子 今次 講一首詩 講這個 《古詩十九首》 這個 《古詩十九首》裡面 有一首都很出名 叫做 《亞洲詩》是這樣的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休》 《奏短苦夜長》 《何不丙足有》 《為樂當及時》 《何能代來之》 《如者愛適廢》 《但為後世癡》 《仙人王子喬》 《難可遇等期》 這首詩呢 就是講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休》 就是說 人活著 通常都不會超過一百年 但是很多時候 就記掛著千年之後的憂愁 就是憂愁很多人 時時都很憂愁 他說 《奏短苦夜長何不丙足有》 《與其埋怨》 這個 我們這個日頭 為什麼這麼短暫呢 黑夜這麼漫長呢 這樣 不如 這個 《丙足游》 不如拿著蠟燭 走去游玩 更好 走去玩更好 《為樂當及時》 《何能代來之》 這個 人生應該及時行樂 何必要等來年呢 要等第二年才 我們現在就應該及時行樂 《如者愛適廢》 《但為後世癡》 即是說那些很愚蠢的人 才會 這個 很愛惜那些財富 這個 這個 即是留下了財富 不用 這個 但是這樣 是會被 以後世的子孫痴笑 這個 《先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 好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 恐怕呢 恐怕呢 很難 這樣來等待 這樣 所以這首詩呢 這個呢 尤其是 頭兩句 講這個 《生年不滿伯》 《常懷千歲幽》 就是呢 所謂這個 《似短暫而長久》 《生年不滿伯》 其實這個 短短的幾十年 但是人呢 有千歲幽 好像很長久 這個就是 好像短暫而長久 也有這樣的意思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詩歌 也有這樣的意思 例如這個 清朝的文學家 張慧賢 他有一首 《水調歌頭》 《水調歌頭》 講這個 《今日非昨日》 《明日復何如》 《揭來真悔何時》 《不讀十年書》 《為問東風吹老》 《幾度風剛難敬》 《千里轉平無》 《寂莫邪楊外》 《渺渺正授喻》 《千古意》 《君知否》 《子思衰》 《明山料理身後》 《也算古人如》 《一夜停前六片》 《三月雨中紅透》 《天地入吾勞》 《容易眾方揭》 《莫聽子規夫》 這樣 那麼他這首詞裡面 這首詞裡面 有提到這個 《千古意》 《君知否》 《子思衰》 《千古意》 《君知否》 《千古意》 《君知否》 《一夜停往了》 這麼說 這正正 dot 似长久而短暂的意思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详细看这首词 它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 不过呢,这次的时间可能不够了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详细看这些文学作品 它是想讲什么的内容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